环球网报道时习记者任杰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,1月1日,在接受日本朝日电视台台访时表示,驻日美军绝非敌对俄罗斯。 据俄新社报道,安倍在台访中称,驻日美军是为了保护日本和远东地区的安全,绝非是在敌对俄罗斯。 安倍表示,他已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解释过此事,并希望普京能够理解,普京在上月的年度记者会上称,安全问题至关重要,包括与日本先署和平条约。 俄新社称,安倍此言,是在回应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的表态,报道还提到,安倍将于2019年1月访问俄罗斯,访问日期大概在1月21日左右。 去年11月,安倍与普京在新加坡举行会晤,会晤后,安,称,双方,一,在一,五六日共同研的基础上,加快平条的谈判,成。 根据1956年签署的苏日共同训练,苏联同意在双方签署和平条约后,将持五岛,四单岛还给日本。苏联和日本军批准了这一文件。 在日本当年最后放弃实施,并要求苏联将十五、策单、伯后和宅桌四岛全部还给日本。 而且只有在归还四岛后,才会与苏签署和平条约。 at the very bad post,7,500,21,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。 当地时间19日,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,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后,成立续宪法委员会的倡议有了不错的前景。 但同时,俄罗斯想知道,美所谓撤军后,在叙利亚的行动新阶段指的是什么。 撒哈罗瓦称,日前在日内亚举行的俄罗斯、伊朗和图尔齐三国外长会后通过了声明,并转交了可能进入续宪法委员会人员的名单。 他强调,在白宫声明的背景下,联合国如今应该实施的这一倡议也有了不错的前景。 但同时,他也对美国和旨的新阶段提出了质疑。 他表示,美国说,他们进入了某个新阶段,现在还不清楚这个新阶段是什么。 没有具体详情,但似乎是撤军。 撒哈罗瓦说,我们当然想知道,叙利亚行动新阶段指的是什么,以及如何避免像在阿富汗那样的情况。 你们比我更清楚,他们时而把军队全部撤出,时而又重新回来。 多年以来都是这样。 他还指出,美国撤军,无论如何都是在重新遵守国际法准则。 因为,我要提醒,尽管他们高调宣称打击伊斯兰国,但他们在那里的存在是非法的。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此前表示,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军,并宣布进入行动新阶段。 据他称,新阶段意味着,美国将继续对伊斯兰国仍然存在的威胁保持警戒。 白宫19日宣布,美国开始从叙利亚撤军,但反恐任务依旧不变。 消息人士称,美国国务院所有工作人员将在24小时内从叙利亚撤离,军队则将在60到100天内撤出。 原标题,武器眼睛的守护者,即联行保障部队,抹处攻击地保管队技师黄山峰。 黄山峰姓赵,人欲劫射,看着买戴装备的车队飞驰而去,黄山峰的人上绽放出笑容。 那天,陆金某里派人来联行保障部队,抹处攻击地领取光电装备。 作为该基地保管队技师的黄山峰,打从标接装备,就开始续导,有量光石不能打开遮光照,支架卡槽要这样装,担心没说清楚。 他又把十多种附件分解,组装了几遍。 直到大家纷纷点头,是已经掌握操作和保养要领。 在黄山峰16年军旅生涯中,正是在平常不过的一次光电装备发出任务。 光电装备就像武器的眼睛。 如果使用保养不当,轻得出故障,严重的可能直接报废了。 黄山峰说,其实,2002年高中毕业报名参军时,黄山峰是打算来部队操枪弄炮的。 最初见到那些光电装备,他的内心有些抵触。 我不怕吃苦受累,不怕深山寂寞,只是一门新四任叮当兵就该上战场。 黄山峰说,但金人的责任让他转变心思,他始留下,到保管队两周。 黄山峰就摆摆一种光电装备的类别,数质量和层放位置熟尽于新。 一年间,他自协之用光电装备使用与维护危机光业势勤务教材等十多本书籍,摘记了十几万字的笔记。 入伍第四年,他被迫格提拔为技师,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。 黄山峰的本领与日记登,一次,某型反坦特火箭,微光业势移突厂入库。 黄山峰像卯常一样,仔细对微光业势移进行技术检查。 结果发现连光屏边缘有微小的黑斑,他把情况反汇给厂方,收到的答复是,属正常情况,不影响使用。 明明有一场,怎么会不影响使用? 黄山峰开始增加检查频率,并用白纸描摹出每次检查时的黑斑大小。 几个月过后,他判断黑斑是某器件漏气所致。 对于山沟里一名战士给出的结论,厂方将信将疑,派人带来了专业检测设备。 结果证明,黄山峰的判断完全正确。 厂方最终同意,将存在问题的装备免费入厂再修。 光电装备保养,是一项极其繁琐的工作。 需要经过外部检查,光学零件检查等五道程序,近二十个步骤。 每具装备平均消耗保养时间半小时以上。 黄山峰所在的光电保管班,只有八人。 每年要对数以外计的光电装备进行保养。 面对日复一日的工作,黄山峰始终怀抱初心,电视片《大国工匠》中的胡双前级师。 三十五年如一日重复同一个动作。 先后加工数十万个飞机零件,从未出现一个次品。 跟大国工降比,我还差得远离。 一山峰比一山高,黄山峰没有停下脚步。 2017年,他考取了光电仪器维修技师证书,并成为专家刑士兵的目标,又进了一步。 傅凯、郭晨、王基波、《环球时报》综合报道,作为俄罗斯2018年公布的战略三手舰武器之一。 波赛东和东力战略无人前航器,近日已开始进行水下测试。 俄塔舍25日称,俄罗斯军攻消息人士透露,俄军开始对能携带核弹头的波赛东战略无人前航器进行水下测试。 测试地点选在能避开潜在敌人任何侦察设备的海域,俄海军特意出动一艘核潜艇,作为波赛东的载具以配合测试。 据介绍,这种无人前航器上,配备有何动力更是,可以近乎无限的水下行轮。 俄总统普京,今年3月在发表国情资文时,首次向外界披露了波赛东潜航系项目的存在。 该潜航系可配备常规弹头,用于消灭一方航母战斗型和其他大型舰艇,也可以携带200万吨当量的核战斗部, 足以摧毁大型沿海城市、海星基地和其他设施,甚至可以制造海啸,在敌方海岸先起近百米高的巨浪。 报道称,波赛东已被列入俄罗斯2018-2027年国家武器装备计划,并将在该计划结束前装备俄海军,核潜艇水下释放波赛东的想象图。 俄罗斯,报纸报,26日称,俄罗斯国家金火库杂志主编维克多·穆拉霍夫斯基认为,西方难以对抗波赛东的严密攻击。 他表示,冷战期间,北约曾试图在海底建立传感器系统,防止苏联北方舰队的核潜艇进入大西洋。 但未获成功,相比当年的核潜艇,如今波赛东的水下速度更快,下潜深度也大得多。 据称其航速高达70节,约每小时130公里,潜航深度超过1000米,点超现一反弦武器的作战范围,因此更难以被发现和摧毁。 目前,五角大楼已将踏列入俄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中,先锋高超音速导弹试试画面。 普京三月公布的另一种战略,撒手舰武器,也传来好消息。 据法新社26日报道,俄金当天成功完成弹号先锋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最终测试。 他从乌拉尔山南部的导弹基地起飞,正确命中6000公里外,勘察加巴岛上的目标。 普京在俄国防部的指控中心里,观看了是射前过程。 他在讲话中表示,是射取得了绝对的成功,俄罗斯将拥有一种新型的战略武器。 先锋导弹将在2019年开始装备俄军。 据称,这种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速度高达20倍音速,而且可以机动变轨。 最终像火球和饮食那样准确地砸下目标,这将让所有的现役反导系统过时。 刘玉鹏,新华社突尼斯12月25日变,记者黄陵,迪利波利消息, 位于利比亚首都迪利波利的立民族团结政府外交部,25日遭到袭击,造成至少两人死亡。 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,当天上午, 一辆停在外交部办公楼附近的汽车发生爆炸,一伙身费不明的武装分子随后冲进外交部办公楼, 并与安全人员激烈交火。 办公楼里也发生爆炸,证明消息人士还说,这起袭击造成至少让人死亡。 其中一人是外交部职员,另一人身份尚无法确定,武装分子已被安全人员击退。 目前,尚无任何组织先不制造了这起袭击。 2011年卡加菲正全被推翻后,利比亚局势陷入动盪。 目前,两大势力各据对质,许多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。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,与支持它的武装力量,控制着西部部分地区。 国民代表大会,则在东部城市图布鲁格另线政府,与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联盟, 控制着东部和中部地区,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。 美军现役的F-225代鸡单价成本,在2亿美元左右。 环球时报报道特约记者张一驰,在俄罗斯与中国研制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相继问世后, 为确保杰对制空权,美空军迅速开启了第六代战斗机的预言工作。 不过美国防务新闻网站15日称, 美国政府部门首次被这种未来战斗机的成本进行了评估, 结果高的晶圆它的价格将是F-35隐形战斗机的三倍, 代价达到3亿美元。 如何解决下一代战斗机装备数量, 单机性能和经济可承受性之间的矛盾, 成为摆在美国空军面前的一大难题。 报道称,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研究显示, 以2018年币值计算,被美国空军称为穿透现式空PCA的下一代, 空中优势战斗机单机成本约为3亿美元, 这个价格是F-35A战斗机的三倍以上, 如今F-35A的平均采购价格为9400万美元。 报道称,这是美国政府部门第一次评估PCA的潜在价格。 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,美空军需要414架PCA战斗机取代现有的F-15CD和F-22, 进而全面接管制空作战任务。 报道认为,新战机最快将在2030年服役, 这取决于美空军的渴望程度。 但如此高昂的价格下注了美国会, 他们可能将重新考虑空军的更备更新计划。 报道称,价格昂贵的部分人因为新技术的使用。 与今天的F-22相比, PCA可能具有更大的航程和更多的有效载荷, 以及更好的野形和传感器能力。 这些特征将有助于它在高端防空系统威胁下行动。 中国、俄罗斯和其他潜在对手未来可能拥有这些先进的防空系统。 此外,美空军从来没有能实现过低成本生产野形战机、 B-2轰炸机和F-22战斗机的后续生产计划都被取消。 部分原因就是每架飞机的价格很高, 这反过来又导致生产成本高昂。 F-35早期的延续进度,因一系列成本超支而受到影响。 即便现在单价也远超人先不算。 报告认为,PCA的成本控制可能同让困难。 XVU.PLOS,7500D1,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梯, 反恐尖刀沙场燃威武警部队某部猎冰突击队, 终成使命锤炼圣战本领机势。 大风,王梦源,猎鹰亮剑,水与争锋。 10月中下行,武警部队在京郊某线链基地, 举办封任2018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。 来自白俄罗斯,这里等21个国家的39个狙击小组84名狙击手, 展开巅峰对决。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, 猎鹰突击队包了个人全能总冠军和小组团体动冠军。 其实传来,他们没有召开庆功会, 而是检讨反思在挑战狙击和综合战斗狙击项目上失利的原因, 并制定了下一步的改进措施。 部队长已让广说,作为反恐国家队, 我们担负反斜机,反斜持,反袭击,反爆炸等多量化反恐作战任务。 作战技能必须让让过硬。 忠诚为事,忠诚为先。 猎鹰突击队,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。 坚持追寻传统之根,住劳思想之魂, 确保每名猎鹰,在任何时候, 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,绝对纯洁,绝对可靠。